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立体感 不能胖 也就是因为助不能大吃大喝 实在是可惜了他之前的好身材 没有转行当演员之前 任嘉伦的体重是150斤 因为他从小打乒乓球 所以会经常锻炼身体 已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所以他150斤的体重 看上去一点也不胖 反而还很结实 看看这张任嘉伦早期自拍照 一身黑色造型 头戴黑色帽子 蹲在路边看手机的样子也很帅气 不难看出他的胳膊很粗壮 全都是肌肉 再加上任嘉伦那时留的金黄色头发 与肥主流没啥区别 如今的任嘉伦 在研制方面没有太多变化 依旧是那么帅气 只不过在体型方面却有很大的改变 整体看上去更有立体感 无论是古装造型还是现代以及民国装 都让人眼神一亮 虽然没有了之前的肌肉感 看上去也比较瘦 但是岁月还在没有在任嘉伦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皮肤状态依然很好 满脸的胶原蛋白 有助一张可爱的娃娃脸 确实要比同龄很占优势啊 不得不说 任嘉伦通过自己的努力 如今家庭事业双丰收 回望七年前那时的他 大众对他根本没有印象 还是一个小透明而已 他分享过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生活从来不会可以亏欠谁 他给了你一块阴影会在不远的地方洒下阳光 事实证明 善良努力的他 幸运都会降临在他身上 不仅迎来了事业巅峰 并且资源也是不断 凭实力说话的人嘉伦 未来可期啊 今年又凭一部民国剧请君让他再次创佳季 深刻诠释了千年将军陆岩 为爱等待三千年的故事 给无数观众带来了很多看点与欢笑 期待他能给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